肉类之一,鸡肉的做法有很多种,但是不同的国家吃的鸡肉品种是不一样的。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又大又肥的火鸡,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吃不惯火鸡呢? 火鸡一称土舍鸡,是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地方首先驯化成家庭的。 火鸡和我们中国人吃的鸡比起来体型较大,是家鸡的三到四倍,颜色鲜艳,火鸡的羽毛稀疏,喉咙下垂有红色肉流。 众所周知,在美国过节日的时候,一般都要烤一只火鸡,吃火鸡这种风俗在美国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。 据说在1620年的圣诞节,大批来自英国的移民抵达美洲大陆的普利茅斯山,当时物产贫乏只有遍布山野的火鸡,于是他们便捉火鸡作为过节的主菜。 对于美国人来说,吃火鸡就像是我们中国人团圆的时候吃饺子一样,有一种特殊的意义, 所以美国人从小就习惯了吃这种火鸡,虽然和家鸡一样同样都是鸡,但是味道还是有很大差别的,火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吃。 火鸡肉吃起来非常干,并没有中国的鸡肉吃起来鲜嫩多汁。 火鸡肉几乎没有什么味道,在烹饪火鸡的时候必须要加入很多配料,因为火鸡的脂肪含量很低,在烹饪火鸡的时候还要加入很多的黄油。 美国人吃火鸡时多数是焖烤,通常是把火鸡肚子里塞上各种调料和拌好的食品,然后用烧烤袋包好,整只烤出。 因为口感不好,其实许多美国人都不喜欢吃火鸡,吃火鸡对于美国人而言只是一种传统节日的习俗。 火鸡到了中国以后,在中国是非常受嫌弃的,如果是牙口不好的人,吃了火鸡以后很容易塞牙的。 而且火鸡个头太大,一般吃一个鸡腿就饱了,所以火鸡在中国一直没有什么销路。 好了,本期三天看世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